去寂静缓缓描向男孩两腿间的酒瓶 随后便扣动了扳机 这不但巧妙为装成酒瓶爆炸的假象 还将男孩的下体瞬间报废 完事后他将花盆归位 捡走地上的蛋壳 哼着小曲就出门了 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惩治人渣 全是为了给孙女报仇 孙女卡家长相甜美 是小镇上许多男孩暗恋的对象 这天三个人渣正在想着招点乐子 看到路上的卡家眼前一亮 当得知蓝衬衫和卡家是同学 金链子马上怂恿他将人喊上来 两人匆匆下楼喊住卡家 一楼上朋友生日为由 想请他上去唱首歌 卡家告诉两人爷爷还在家等他 自己现在就要回去 可两人不达目的不罢休 竟然直接跪下来邀请 最终卡家敌不过两人的热情 同意上去坐五分钟 他本以为是个简单的生日会 殊不知自己已经羊落虎口 面对递来的香槟 卡家表示自己不会喝酒 可白衬衫告诉他 今天是金链子生日 多少喝一口给个面子 几人欢快地喝酒庆祝生日 就在卡家唱生日歌时 白衬衫偷偷往酒杯里加入不明液体 在几人的红片下 卡家将杯里的酒全喝了下去 此时他发现自己身体有些异常 便起身准备离开 可已经到手的猎物 几人怎会让他轻易离去 他们将卡家强行拖到屋内 折磨到晚上才放他离开 为了稀释宁人 白衬衫还往他抱里塞了失误卤布 可他来到楼下便将钱扔了出去 卡家回到家里忍不住哭泣 正在做饭的爷爷听到声音 连忙赶来询问 看到孙女惊恐的眼神和腿上的瘀青 他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爷爷询问出人渣的姓名和住址 他让孙女先回房间 拎着斧头就要去给孙女报仇 警察小卡看到气冲冲的亿万 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得知卡家被人渣欺负 他劝亿万不要冲动 这种事还是要交给法律 他让亿万回去保留证据 安慰卡家不要做傻事 自己则带着队友去抓捕人渣 为了避免他们反抗 队长直接脱掉警服 拎起AK上前按响门铃 蓝衬山刚探出脑袋 就被他砰砰两下砸断铁帘闯入房间 三人被警察迅速控制 面对警察的审讯 蓝衬山还想狡辩 可看到警察找出带血的床单 他忙说是另外两人指使的 金链子面对审讯 称完全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 想到自己看着长大的邻居被人渣欺负 队长一脚下去将他踩出了猪脚 见金链子一只嘴硬 这种申办可是犯人的罪爱 得知你犯下的罪行 他们一定会帮你好好开拓后门 此时的金链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忙把责任推到另外两人身上 正当他审讯白衬山时 警察局局长却赶了过来 原来这三个人渣里面 蓝衬山是他的傻儿子 为了给儿子开罪 局长决定亲自接手案件 他说每个周三这里都会有女人来聚会 难道每个周三都有案件发生吗 这只是他们娱乐的日子而已 队长虽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 自从孙女出世后 就连一万最爱的下棋也没了兴趣 为了让人渣得到应有的惩罚 一万代孙女来到了检察院 可检察官张口就劝卡加签下和解书 说这个可以省去很多流程 看着他那猥琐的表情 就知道早已被局长买通 见卡加不愿和解 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推断 惊恋子阳光帅气又有钱 是很多女孩子爱慕的对象 你肯定是想和他交朋友 或者想成为房子的主人 不然你怎么会一到家就洗到证据呢 卡加解释当时自己不知所措 可检察官却只要有效的证据 回到家的一万气的直报粗口 而卡加则是再次把自己关进了屋里 他还问爷爷将来自己会不会上天堂 为了给孙女讨回公道 一万带上满身勋章找到检察厂 面对这位参加过苏联为国战争的老兵 检察长敷衍地说 案件调查记录已经很清楚 三名被告犯罪不成立 他还教育起一万 作为父母要好好管教子女 一万文言再次抱起了粗口 检察长让他滚出去别再进来 正于离开的一万再次走来告诉检察长 说任何事都要付出代价 一万起的摔门而去 走在街上他忍不住感叹 自己为了国家在战场上抛头舞洒热血 如今却逃不回属于自己的公道 看样子要为孙女报仇 还是要靠自己才行 一万找到银行的经理 用即将拆迁的老宅抵押5000美金 当回到家里 发现孙女的心情也好了很多 得知局长送钱过来想要和解 爷爷告诉孙女应该把钱甩在他脸上 让他在痛苦中度过一生 说完一万安详局长家门铃 直接将钱砸在他的脸上 中午吃饭时 孙女告诉爷爷姨妈回乡下几天 他将钥匙放在这里 让我们照看他养的鸟 得知姨妈房子的位置 一万像四想到了什么 他放下手中的饺子 拿起钥匙直奔姨妈家里 打开窗帘可以看到 对面正是三个人渣的柱子 这可是一个绝佳的射击位置 有了思路的一万心情大转 还开心的斗起了鸟 他叮嘱孙女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接着背上一套农具肝网莫斯科 来到这里的黑市 小伙给他推荐了一把手枪 可他要的不是气枪而是真枪 小伙说他是电影看多了 这么大年纪还学别人做杀手 看一万是认真的 他又给一万介绍了其他卖家 老板问他要干掉税 一万说要一支步枪 有几个年轻人需要教训一下 带一万去看货的路上 安全起见还用黑布蒙住他的眼睛 一万来到提货地点 一连看了几批都不满意 看着老头还是个行家 老板便拿出压箱底的宝贝 并报价一千五百美金 一万我了我手感非常满意 想都没想便同一下来 接下来的试枪环节 一连三枪都是郑重靶心 原来一万曾经是一名狙击手 并且被授予过弗洛西洛夫社手勋章 能拿到这个勋章的 都是碗里挑衣的神枪手 一万将步枪混在农具里带了回来 当听到家里女儿的笑声 他忙将东西藏在杂货间 原来这次女儿回来 是听说父亲将乡下的房子卖了 他回来的目的就是想要点钱 好和新交的男友出去潇洒 听到一万全部把钱花了 新男友说这老头不学好 只定是拿去赌博或找技师了 一万文言当即暴走 若不是女儿上前劝住 分分钟让他成为枪下亡魂 一万让女儿不要严离只有钱 要多照顾下卡家 可女儿却反驳道 照顾卡家的钱被你还给了局长 一万文言被彻底激怒 他直接将女儿的东西扔出门外 让他赶紧滚出去 就连女儿给他买的衣服 也被他脱下来扔在他的脸上 他差点被女儿气得提前缘击 好在有贴心的孙女在一旁照顾 有了复仇的计划 一万天不亮就悄悄起床 见孙女还在熟睡 他拿出步枪和姨妈家的钥匙 趁着夜色他将步枪送去了姨妈家里 今天又是一个周三 一万一早就来到起探前 和几个劳友打招呼 他知道今天又是几个人渣作乐的日子 所以一早就来寻找机会 看到几个人渣上楼 一万也悄悄地离开 见四处无人 他一路跑向姨妈家里 拿出无声狙击步枪 提枪上膛瞄向对面的人渣 他本可以将人渣一枪抱头 为了让人渣痛苦地活着 最终选择打爆酒瓶 制造酒瓶爆炸的意外 完事后他将枪放进柜子 把桌上的东西归位 捡走地上的蛋壳 若无其事地来到楼下 他将蛋壳扔进树林 又巧无声息地来到其探前 就像似没离开过一样 随着救护车的到来 白衬衫被担家抬了出来 得知他被抹收了作案工具 众人大骂他是火盖 疲惫地一万回到家里 嘴里说要准备下一场战斗了 孙女却不懂他说的什么 局长并不相信这是酒瓶爆炸 因为根据医生的判断 白衬衫中的是枪伤 他以为是傻儿子玩枪走火导致的 便让他们交出枪支 可他们坚称是酒瓶爆炸 局长气急便将傻儿子赶了出去 很快游到了一个晝三 看到金念子过来玩乐 一万将牛奶挂在树上 随后去屋内寻找机会 此时金念子来到楼下 坐进车里插入新埋的磁带 跟着音乐不停地摇摆 一万将狙击进苗像油箱 接着扣动手中的扳机 随着几声爆炸声传来 金念子带着哀嚎爬了出来 而他也被没收了作案工具 众人纷纷上前看起了热闹 一万子拿起树上的牛奶 悄悄混进了人群 看到他脸上的汗滴 一旁的警察小卡则看出了一样 这天他来到一万家里 刚好看到墙上挂的钥匙 当得知姨妈家的住址 小卡内心已经明了 连续两起的意外让局长确定 这绝对是一万在为孙女复仇 杀儿子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忙将花瓶放在阳台 拉上窗帘阻挡视线 局长教训他你现在知道怕了 作案是怎么没想后果呢 杀儿子害怕极了 拎着喷子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为了救下自己的傻儿子 局长来到一万家里寻找证据 可他翻遍每个角落 也没找到作案工具 正当两人在扯皮时 刚好遇到姨妈过来拿钥匙 此时的一万心虚地低下了头 站在姨妈家的阳台上 局长清楚子弹就是这里大出去的 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作案工具 见他们打开柜子搜索 一万也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可等他翻遍角落 却只发现一卷塑料 此时的一万也是一连猛逼 他的步枪怎么不见了 局长清楚就是一万干的 他威胁对方千万不要动自己儿子 可他话还没说完 一万告诉他已经太晚了 局长以为一万的通货已经动手了 忙带领人马赶回家里 他疯狂地拍门里面却没有动机 为救儿子他决定用枪破门 可一声枪响过后 里面却射出了一发子弹 见局长中枪倒地 同伴持枪走进屋内 只见局长的杀儿子 驳在冰箱后面瑟瑟发抖 原来他以为是一万来复仇 朝着门外打了一枪 警员打电话叫来救护车和精神院医生 局长的傻儿子这下真成了傻子 一万正在小区里散步 警察小卡却叫住了他 原来他早聊到是一万做的 提前一步将步枪拿了出来 他问一万这么做值得吗 一万说这是拜托这一切的唯一办法 当孙女被欺负时 他也想通过法律让罪犯付出代价 可由于当时社会的腐败 和官员的勾结 让这个老兵不得以再次拿起枪 为家人讨回公道